讲我以往的系列 就是危机管理的系列 今天来到第七 第七的系列 还在跟你分享上帝的话语之间 跟你讲一个小话 有一个中年妇人 她心脏病爆发 就送进医院 在手术室来抢救 在抢救的当时 这个妇人就祷告上帝 上帝啊 上帝 我能不能过这一关 然后上帝就很安慰 他说 你能过这一关 你不止过这一关 你能过到四 我多给你四十年的命 哇 这个中年妇人很高兴 决定手术 过后就不要离开医院 为什么呢 他要临在医院里面 做拉皮 然后做复复松脂的手术 全身整形的手术 把自己改造了新的一个 全新的 全新的人 然后做完之后 几个月过后 手术完成 他走出医院 医院门外 就被车创死 创死了之后 上了天堂 他第一年 见到上帝 上帝你不是 我还有四十年的病吗 他们说很抱歉 因为你整形 我认不出你 The moral of the story 结论什么 请不要让你的太太去整形 免得你认不出她 上帝也认不出她 开玩笑啊 圣经讲 上帝说 us by name 上帝叫呼换我们的名字 他不会不认出我们 然后上帝很爱我们 这是一个台湾的叫 如果你有圣经 请你打开 《路加福音》第五章 第一节到十一节 《路加福音》第五章 第一节到十一节 《路加福音》第五章 《路加福音》第五章 第一节到十一节 《路加福音》第五章 我读圣经的二本 我鼓励你用你的圣经 因为你的字太小了 耶稣站在科尼撒热湖边众人拥挤他 要听得到第二节 他见有两只船官在湖边打鱼的人 却离开了船 洗往去了第三节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 请他把船撑开 稍微离岸就坐下 从船教训众人 第四节讲完了 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层之处 下网打鱼 西门说 不止我们整夜劳碌 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一旦一从你的货 我就下网 第六节 他们下网就圈住许多鱼 往先先裂开 第七节 便照顾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 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两只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 第八节 经文语的看见就服服在耶稣西前 说祝好离开我 我失的罪恨 第九节 他们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着 我这一网所打的鱼 第十节 他夺放西地带的儿子两个约翰 也是这样 耶稣对我们西门说 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十一节 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 撇下所有 跟从了耶稣 做个祷告 不得我们把今天早上的聚会 而讲道 下有圣首尼 求你高默讲台 高默所有 兄弟姐妹 让他把他们属灵的耳朵 眼睛都能听到 能够看到上帝你的话 赐下天上的玛拉 让他们能够保足生命改变 能做一个行动的人 不是一听道人 而是一个行道人 主我讲 以上时间都知道 你叫我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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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第五章 记录着耶稣如何招呼他的门徒 尤其是西门 比得这比渔夫 比得招呼错为门徒 我们看到 然后耶稣怎么样的来去 去跟他有个交流 我们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三节呢 我们看到什么呢 你稍微再看 我们看到呢 耶稣在忙着教导 忙着讲道 但是 我们看到呢 他有一个 他有这样的东西 他上了西门比得的床 今天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如何 你身处什么样的环境 但是我告诉你 耶稣总没有抛弃我们 当你在 道路上 忙碌忙 无助的时候 耶稣总是上了你的床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 他要你你同在 他上了西门比得的床 虽然耶稣很忙 可是他从来没有忙到一个程度 把你丢下 把你忘记 我们感谢主 我们的主 虽然是 一直不断的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但是他从来 因为你的眼部会停下来 上了 所以 可能你像比得这样 你可能说 我的主啊 你在哪里 我遇到这么大的问题 我感觉到你的同在都没有了 我告诉你 今天有个好笑 神要告诉你 耶稣要还 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 从 看看到上帝从来没有撇弃我们 而忘记我们 然后我们再看下去 在第二节 第二节 三节之后 然后我们看到呢 打鱼的人都洗了网 有没有 我告诉你 其实 西门彼得 不是第一次见了耶稣 如果你在读圣经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呢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当 西门彼得的业务生病 害着病的时候呢 耶稣做什么 耶稣去了他的家 对吗 医好了他的业务 但是 这个神迹 不是彼得没有经历到 彼得经历了耶稣的成绩 有时候 神迹发生在彼得的家里 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跟你旁边讲 是不够的 因为呢 耶稣要做更大的神迹 让我们大家都做一个不够的人 我们很多人啊 当我们 好像你在 你吃饭 如果你吃得很饱 每次我吃很饱的时候 没有他 不是八分饱 那种十分饱的时候呢 你就躺着什么都不要了 当你饱的时候 你认为你知道 你了解得多的时候 你都不想再吃了 因为你撑个肚子了 如果你不够的话 你不满足的话 你会得到更多 今天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人 没有不能够经历耶稣 是因为他们抱 带着够的感觉 我每次问 弟兄你进来好吗 他很好 什么都很好 就不用把他抱 也没什么东西 也没什么都可以讲 所以当你有不够 你感觉到有需要的时候 你的需要才能够被填满 然后我们看到 有些人根本不在乎吗 好像这本圣经 这本圣经有关于讲 耶稣所有的事迹 有行很多神迹 使人复活 下眼看见 雅伯 讲话 耳聋听见 很多人都不了解 很多人不想去了解 不想没感觉 不感觉 今天不关他 今天要鼓励你 你来认识上帝的活 每一个耶稣所行的神迹 都更有意思 因为这个神迹 就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 彼得 就是这么样的情况 他不够 所以耶稣走进了他的床上 然后呢 来施展这个神迹在他的生命里面 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啊 是常常不够的 阿们 所以 还有第二届 我们看到他说 他们去洗网了 我是以前从小 我就在渔村长大了 我妈妈都是渔村的家人 我五岁就跟我舅舅出去 出来捕鱼了 我知道捕鱼的辛苦 很早很早五点钟就要出海了 如果八点钟回来 什么是空的 什么都是空的 所以呢 通常你捕鱼回来的时候 一件事情就是要塞水 好的鱼啊 不好的鱼啊 螃蟹啊 什么东西都分了之后呢 你最后要做什么呢 你最后要做就把那个网来洗干净 如果那个网你不洗干净的话呢 你明天就不能出海了 因为那个网变了海水啊 所有的那些 那些海藻什么东西都卡住什么都坏掉了 不能再鼓励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 新闻彼得 那时候给我们看到一个情况 他们在洗网 用今天的话来讲 他们是什么 他们在烧共了 可能你是这时刻 你的生命里面 你认为你做了很多方法 你行了很多的方式 都没有改变 你很想放弃 你想 哎呀 你绝望了 你很沮丧 你没有盼望 你好像BC门离的这样 说 好了 我放弃了 我打扰整夜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瘀活 我算了吧 我把这个事情给忘了 放弃了 但是我告诉你 今天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 耶稣就上个床 耶稣会是我们生命中最后的一个字眼 阿们 当你走到人生的低谷 人生的低潮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再一次 耶稣从来没有放弃我 当我们想要放弃自己的时候 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 耶稣总是在船上 不是别人的船 是我们的船上 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是一个很值得鼓励的 耶稣在船上 有别的耶稣在船中 我可想浪挑战 想浪挑战 这是主流血啊 但是我要鼓励 主流血的歌也能鼓励你 有耶稣在船中 我们可想浪挑战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船上 我们继续看下去 不够的感觉 说要往地安啊 Next 讲完了 耶稣讲完了 就对西门彼得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开到水深之处 下往塔利林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 这是西门彼得的转捩点 很多人不能经历上帝 很多人失去了上帝 要形成进他 在他生命里面 因为他们不愿意走到水深之处 他们只是习惯 欢喜地活在他们的习惯能力里面 他们不想突破 他们怕面对新的思路 他们怕面对新的人 他们怕面对新的挑战 今天耶稣说 做不到神 可能彼得 西门彼得可能会这样讲 哎呀 耶稣 你是老师 你最多 最棒 最厉害 也只不过能做一张椅子 因为你是木匠 打鱼是我的老本男 我知道怎样捕鱼 我从小就捕鱼 你不要叫我怎样做 我们在这个当中有很多 那时候我们生命有很多身边的人 自己在那自己在那里讲很多 哎呀你不知道的啦 你又不是我 你怎么会了解我呢 我们可能像西门彼得这样 但是西门彼得没有长彩 西门彼得愿意放下他认为他可靠的资讯 他认为他知道的东西 他放下他自己的聪明 放下自己自以为的部分 他愿意拿着主来做 我从小很小时候 年轻十多岁的时候 我现在还年轻啦 一样年轻啦 十多岁时候 我常常跟一大堂的朋友 常常出海钓鱼 我常常 我还记得我 有一次我们 大概有十七个人 坐Van 驾到 等纳彭那个 浮河的横天 停过了 然后驻一条船 一艘船 不能讲一条 一艘船呢 出海捕鱼 三百六 那条船就是你的 那高盘就是你的 然后你这个鱼 你跟那个鱼腹口 鱼腹鱼腹 我要钓贵鱼 他就 咻 在你去 真的你把鱼沟 钓去 全部都是贵鱼来的 不像其他鱼的 钓到险的时候 我们要换别种鱼 你带我去钓鱼 全家传到 真的那地方 全部都是 没有其他鱼的 为什么这么样呢 因为鱼腹很懂得 他的知识 他很有把握 带你去钓什么鱼 你要什么鱼 带你钓什么鱼 可能西门 你的时候 老子钓鱼 老子 我鱼几十年啊 耶稣 我一个晚上钓都没有了 你还叫我去水神住 你是开玩笑 他是西门彼得没有怎么样 西门彼得没有说 耶稣 你坐静静啊 你典离还是讲道 你坐静静 你听我讲 鱼是这样鼓的 不是这样鼓的 你要听我讲 要翻面出门的 怎样怎样 他是西门彼得没有怎么样 然后耶稣说 布布布布 你 要 要 要 我们每一根哦 你相信吗 我发现最近我研究一样东西 我们每一根都有神经病 包括我在内亚的那种 那我不要证明你有别人 没很容易吧 我问你啊 所以 我们当中谁有做个力量 电梯 有吗 记得这样 不要让我感觉你是 我是外星人啊 都有吗 都有吗 谢谢你 你有没有试过你按电梯的时候啊 你很习惯是按两三下 按两三下 表示说他会快点下来吗 不会的 但是我很习惯是按两三下 说你说你 有没有神经病 我们有非理性 非主动性的神经 在我们里面 看到我们 看到我就是我们 所以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 在那个知识的领域 习惯的领域里面呢 我们常常做一些 神经不正常的事情 所以今天 你会说 在西门彼得 我是一个专业的古语人 耶稣你不是 我要听你讲 我不是神经的意思 是吗 西门彼得没有觉得 耶稣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 他说 依照你的使过 我去做 可能已经重复同样的事情 已经马虎还在按天底 这样 好无意义的 但是你还是在按 我想是时候 把你的团开到随身之处 神迹才能发生 有人说 我信主很多年了了 然后人家说 我信主22年了了 我到时候我跟他讲 弟兄 你信主不是22年 你信主才1年 可是你重复21年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习惯性来教会 来这里做一个礼拜 唱唱诗 跳跳舞 然后回家 习惯性我们从来没有 深考生命的意思 虽然你来了教会22年 可是你是信主1年 重复21年 怎样的事情 你能发现到吗 我想我们是时候跳出那个习惯的明月 我们应该走到水深之处 让上帝把神迹发生 真的经历了人 我们不只是在这个教会的时候 讲神 谈认神的事情 将会是经历上帝当的地方 所以我们不愿意 应该把你的生命 连你掏出来 好像西门彼得 把以往的资讯 可靠的资讯 就是以往的话 以往的经历抛掉 写彼得这样说 因为你的话 因着你的话 我 等一下 又在那边 因你的话 我 我去做 然后神迹去 我要告诉你 书的话是很有大能力的 很多时候上帝要在你生命当中 你没有做出那个神的话语 Rema 上帝的 Rema 上帝 当下跟你讲的话就 就失去了 上一星期 我在新港的节目 有一个节目 他眼睛肿起来 早上 礼拜天 牧师 我眼睛肿不好看 不要来 所以你拿人去祷告 上帝能够去治理 然后福利他 他来了 之后 然后我也要祷告 然后我一边祷告 一边宣告 说明天 你睡醒 你的眼肿就好起来了 然后把这事情忘掉了 经济上 我去小组的时候 我去问 你眼睛好了啊 那几时好了 我说你祷告 然后隔天就好了 为什么他 神机会化在他身上呢 因为 他们领受神的光 我生命中 有很多很多很多 经历这样 我记得有一次 我第一次去中国宣教的时候 他们 我毛生胆 每次去讲道 我讲话 上帝能够医治 上帝能够行神 祭上帝能够做什么 ok 讲完了之后 第三天他们就 他夹着一个从来出生 18岁的少女 从来没 走到地上走路的人 天生切腿 然后 癱瘫的一个姐妹 然后 他说我还说 帝兄 那你 你不要祷告 我说 好 然后我就 我就跟他讲 上帝能够医治 鼓励他 我看到他 幸福爬起来 我就挑战他 如果今天要 耶稣要你走路 你是相信吗 18岁的女孩 他说我相信医治你 我相信耶稣的医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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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看他心目怕虫 我就把他掐住 掐起来 我够大致了 把他掐起来 然后我带着他走 从我们当中 所有的人见证 因为我是外面的人来 我从来不认识这个家庭 不认识这个人 全球的认识这个小女孩 从小看到她 高高 在我们当中 第一次走路 因为我说过了上帝的话 他领受上帝的话 神经病 所以说 冰城很少看到痕迹 因为我们冰城很少看到痕迹啊 欸生病啊 生病看到的啦 你懂得很好 你懂得 生病怎么 吃Bandadol Bandadol可以医好你 你不需要神经 你可能需要神经 你必须要有神经 稍微讲一下 如果你 你看我们在教会的外面 已经有那个帐篷了 还要建帐篷之前 我们各地有一条一棵树 那个是什么树啊 叫Basipu 我还叫我信仁果啊 信仁果树 这个信仁果树 好像要信耶稣了 他每次都生过来了 生过来 然后生过来 他的叶子 就会掉在我们的地上了 那时候还没有清洁啊 所以每次都说 我要去扫地啊 去整理的东西 我觉得很麻烦 我觉得很麻烦 我就说 我奉耶稣的名 我命令你 生过来的姿子干掉 人家以为我是神经病的 有人跟树木讲话 几个页之后 有人跟我讲 你看这个树很奇怪的 那边是青色 这边是公开的 哇 感谢神 哇 这个神迹 你不相信等着你走出去外面 看看那棵树还有在 所以我告诉你 神的话是大有的利益 当你愿意相信神的话 上帝就在你生命当中做成这个 阿们 所以你要经历神 你要坦敢走到水神之处 彼得很辛苦 因为他整夜无鱼没有收获 可能此时此刻的你 也面临像彼得这么样的困境 你已经尽了力 事情还是很糟糕 你已经用尽了办法 情况还是依然没有好转起来 你可能在想到底上帝有没有存在 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有时候上帝容许苦难 在我们生命里头是为了要我们经历它 跟你的旁边讲 苦难是经历神的大好机会 我们每个人的天性都是怕吃苦的 我们每个人的天性都是怕吃苦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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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人的天性是怕吃苦的 我们都是逃屁苦的 我们选容易来做困难的给别人做 因为我们都支持 这荣有怎么做 每次我们搬东西好像业细 我要去表演的时候 我都拿 我是拿mystandard 最重的 其他的重 比较轻比别人的重 我们人都是选择 容易的 辛苦的给别人来做 我想 告诉你 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不好的 有些苦难 它让我们更经历 有时候我很矛盾 有人会讲牧师可不可以我祷告 因为我有经济问题 我有很多家庭问题 我有工作问题 好我会被他祷告 祷告之后 他经济好转 他家庭好转 工作有了 他就不来教会了 到底为他祷告好 好呢 还是为他祷告坏 还是好呢 可是祷告坏他等属灵 不祷告 好呢 他不属灵他会来教会 我很矛盾 我开始也有点神经不正常 哎 说明明 真的是 苦难 能够让我们清清楚 苦 能够让我们看见神的答案 我们继续看下去 据说 人家这样分析 实际上有分种三种人 你看看你是哪一种人 哪一种人呢 第一种人是 你是等事情发生的人吗 还是死事情发生的人 还是第三种 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的人 那种人叫什么 NCC猛的茶茶 后知后劫人 是呗 是啊 不这样啊 你是哪一种人 你是等到事情发生的人 还是死事情发生的人 还是什么事情发生的人 不管你的事的人 我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 有一个很聪明的牧师 刚从外国去布达回家 回来 一下机场 他的秘书就跟他说 哎 牧师 你还要到一间教会去讲道 这个牧师就说 为什么要去那边讲道 秘书说 你那个行程表达是这样写的 然后这个牧师就带着无奈的心情去讲道 你知道牧师有时候很无奈的 你做 你以为你做完工作 还有工作 但等于说你真的有无奈去讲道 在机会当中 有个妇女就在那里分享 讲见证分享说 在南美洲 拉丁美洲 sorry 拉丁美洲有一个宣教士 刚刚建立了一个医院 医院建好了 但是还欠五千块 牧师 你能不能为这件事情来带道吗 可能这个此时此刻的心情欠佳的意思说 很无奈 你不要报告 大家都紧张起来 整个气氛都很凝重 大家都不明白 这个有意义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牧师不要报告呢 然而这个牧师坚持不报告 然后他就说 我告诉你会怎样做 我把钱包里面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其实钱包里面只有十二块半块了吧 他拿出来 然后他就把钱包放在 他把钱包放在 奉献奉献袋里面 他说 我把所有的钱放在奉献袋里面 我要你们每一个人都 给把你所有的钱包 放在那个奉献袋里面 一个一个放 然后如果 筹完之后不够的话 回家再写一张质票 补住五千块给他 然后他姐妹说 牧师其实我明白你的用处 你不明白 他说 你不明白 因为我的钱就放进你 你的钱还带你的钱包 然后他姐妹也很不耐地把他的 把他的钱包拿出来 从岛处一百一十块 倒进那个奉献袋里面 然后牧师就说 来你下一个 你下一个 牧师就一个一个去收奉献 有时候在想 我们需要这样收奉献吗 这样收奉献很有效的 如果我们这样收奉献 你下个星期还来的话呢 证明你是真的基督徒 如果下个星期 你这样给奉献了 你下个星期你不来 你是假基督徒 他说试一下 我这里有奉献 在给你 我这样感谢人啊 结果 那个牧师呢 一个一个收奉献 收了一个小时 所有的脸神都看着他 很讨厌这个牧师 囚完之后 总数有七千多块 然后 那牧师说 我看我来不及讲到了 其实他已经讲一片很好的牧师了 我看我已经来不及讲到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们有过剩的七千块 可以奉献给这个意愿 你竟然祷告神 求神祝福五千块 你们都是骗子 哈哈哈哈 兄弟妹 你是等候事情发生的人 还是什么事情发生的人 还是什么事情发生都不关你的事的人 我觉得奉献 在奉献这件事上 真的会看到我们是属于哪一种 彼得不是等候事情发生的人 彼得也不是什么 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的人 彼得是那个死事情发生的人 跟你旁边讲 做一个死事情发生的人 死事情发生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必须要精彩的 如果你过得福金杂财 你的生命肯定出现有问题 你必须向前走 你必须疯狂起来 你有看到那些替祝求人吗 以前我很喜欢 我很疯狂祝求的 哇 可是我们是没有耶稣啊 没有啊 我们没有疯狂起来 我们需要疯狂起来 那些人啊 没有毫无目的的 为了一地求罪啊 究竟也疯狂到怎样 更何况我们奢侈的耶稣 有时候 有时候我为耶稣吃醋 我可以为耶稣吃醋嘛 可以了啊 有时候我为耶稣吃醋 我看到他们去看演唱会 看那些掌柜妹 哦 掌柜妹被我挨挨挨挨挨 但是来到敬拜的时候 不惊挨挨挨 我相信我相信我的神 会比张会妹放一百倍 好嘞 阿们 我们需要来给我们的习惯领域 好不好 把敬请的敬拜 把所有的感情 把所有的慈情都 斩却出来 阿们 你这样的热情 这样的敬请的敬拜 你影响其他人 人家会对你很好奇 你的耶稣是怎样的耶稣 你也要说多一点吗 今天人家不问你耶稣 因为看到你就闷了 很幸 很幸 幸也怕中招啊 这里面 你必须要改变你的态度 当你遵行主的话 愿意改变你的思想 态度神迹就发生了 在此之前 彼得是一个平平文文无名的一个渔夫 但是在此之后 神迹发生之后 他就成了一个有大有名头的使徒了 在忙碌的生活中 神要你懂得回转 不要只是专注在你的工作上 不要只是专注在你的生活上 不要只是专注在你的方法上 主说要到水深之处 要跳出旧的框框出来 要勇于试探 要敢于创新 要耐尽新的领域 要跳出旧的习惯领域 要离开你的安全区 最后 满满的祝福 满满的神迹 这个时刻 可能 上帝在跟你讲话 神正在挑战你做一些事情 或许你已经很失望了 或许你已经取杀了 或许你已经放弃了 好像西门彼得这样 或许你感觉到很疲惫 很疲倦 等到你只是坐在那里 等事情发生 哀声探气的等事情 发生什么都不做 还是你像彼得那样说 主啊 依从你的话 我愿意走到水深之处 圣经说他满载而归 最后 他还要叫另一艘船来 得到更多鱼 得到更多鱼 两船的鱼 有想过吗 得到更多鱼 和自我 我告诉你 神的 主的神迹呢 是要叫你更便宜 放下你的重担 圣经说 以彼得放下一切来跟从主 假如你的属灵生命 不是叫你能够放下的话 你的灵命就生命 因为主 主的神迹是叫你愿 更便宜放下你的重担 脱去禅内里的事物 专心来跟从他 主的神迹不是叫你 载着更多的世界的追求 而是放下来跟从主 这里有个很短的故事 有个女学生 酷着来找一个很年纪 很老的牧师 一边酷一边大声说 我不要放手 放手我就输了 老牧师很轻声的被他说 向师父的安慰他 告诉他 听他讲 为了祷告 听他讲他的经历 他的方形式 然后按手祝福 为他祝福 按手祷告 老牧师这样说 放手不等于不关心 只是我不能带替别人做事 放手不等于从此不管 而是明白我不该控制他的 放手就是不要提供所有答案 让别人从我结果中写信 放手就是承认无能为力 因为结果如何不参与我 放手就是不再试图改变 责备他的因我只能改变我自己 放手就是关心而被操心 放手就是不要替别人救 只是表示支持 放手就是不要抑平 让对方保有尊严 放手就是不要超出结果 让别人自信一切 放手就是不要过分保护 让别人面对现实 放手就是不要否定此事结果 放手就是不要唠叨 要抑制变 变 争变 而是仿石已过于改正 放手就是不要强求 凡事照自己的意思 而是接受现状 珍视每一个 放手就是不再批评勉强别人 而是努力成为自己理想中的 那一个人 放手就是不要为过去感到遗憾 而是继续成长为未来的我 放手就是少害怕一点 都要来 兄姐妹 试着放手 把一切交通 今天 结论 最后 神要我们在水深之处 神要我们经历水深之处的成绩 主要 重新改变你的目准 主要重新改变你的命定 主要给你新的方向 主要给你新的目标 但关键 你永远欲求他 听说 你今天的决定 取决于未来的你 我今天站在这里讲道 跟你们分享上面的话 取决于三年 五年前的我的决定 我今天成为怎么样的人 是因为三五年前 我做一个决定 来决定我今天的我 很多人问题是不会做决定 做了决定 不常做错决定 像我一样 我冻一个很大的圈子 回来教育 我曾经在教会服事 然后因为一些事情离开了 离开了教育整七八年 因为我做了一个错决定 我认为我离开教育会被困 结果我要兜了一个很大的圈子 很辛苦的 重新来过的 来到他的面前 今天的决定 取决你怎么样 我曾经在世界那个阶段七八年 我努力赚钱 很赚很多钱 一个晚上可以赚十多钱 但是那个心情 那个时候最深入死的时刻 是没有满足的时刻 那心里面是很空虚的 原来我的被造满足的满足感 不在于金钱有多少 而是在于我能够满足上面的心 我每一个晚上不同的女人 陪着我 我没有觉得很快乐 像我这样烂的人 我的人生去了大陆 我的目标该怎样走 何去何从 当时我就好像是能不能走 但是我愿意多走一步 听主的话 就随身之随 今天我决 做一个决定 我回到上天的满足里面 我满足了上天的热心 我里面的满足感 也被满足感 让我们站一起来